Hello大家好 我是小豆蔻 今天要来更新 看俗拍照姿势的第四期 如果你还在拍照的时候 彷徨无措 看到奇怪的出片 心情极其落落 那么接下来的几分钟 小小的动作 大大的改变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第一个动作 大家如果去公园拍照 可能会遇上一些拱门 我们就充分的和它进行互动 比如这个就是一个拱门 我们就站在它旁边 做一个动作 五个字 是哎呀好刺眼 就是太阳从这边照过来了 咱们往门上一靠 咱们往门上一靠 哎呀好刺眼 就这种蓝花纸 往眼睛挡在啥也挡不住 身体要放松 表情要享受 大把要微抬 这个时候呢就当 断了 垂着就行了 我们看上来点 预怀鸣的感觉 像这样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每人回头 就是咱要走了 把有帅哥 老实时候不要用出 的表情 离开了立马打车离开 嗯 这事都不感兴趣 那就想在你离开的时候 突然有一堆 手锅烤锅奶茶switch 啊你 you fool 冰冻了吧 这个时候你的回头呢 不需要太多表情 甚至要带一点冷漠 就这样 假装不明白呢 叫它干啥呀 手锅烤锅呢 左手高右手低 不是左手溜了 右手气啊 它非常有气质的回头 像这样 非常显范 脚球 但要是你光回头 手跟后装 要垂着的呢 也可以 也很好看 这个就叫木装回头吧 但其实木装回头是比较搞表情的 因为就是直直的一条嘛 注意力很容易就放在你的脸上 那我们呢 就要修炼一个 呼 的表情 就是那种不按事事 却好像被谁欺负了似的 小委屈 这就稍微有一点green tea的感觉 但如果能把这个表情运用的自如 或者在拍照的时候可以出图 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那种真的对你使用 呼 的那种 不数女孩 你就可以立刻远点给她 呼 回去 开个措手不及 未雨绸缪 右背无坏 讲究 来给大家简单 呼 一下 随便扯着点东西 扭头一屋 当然如果觉得这个 屋 实在有点不好把握的话 我们依然可以保持这个扯床单的动作 然后暂时将你的眼睛闭了起来 像这样 比较的动作呢 在哪呢 非常青春活活 是我拍照的时候经常用的 它的轻而易举的 给人带来一种 抑郁情感 就先随便找一个地方 这样躲一下 一个手提琴板 一手扶着墙 然后往外里看 这整个动作最漂亮的是哪个部分呢 是你的眼白 会让你显得非常灵动 但是一定不要看得太偏啊 这样子 这个人可能会帮你打120 就要很轻巧的露出你的眼白 再是这样 一踢的动作呢 再累了 蹲一会儿 这也是我最近很爱用的动作 一手脱腮 支在膝盖上 另一个手的话就不要了 丢在这 然后呢 使用一个 攻速 看镜头 像这样 第八个动作呢 使用一些小道具 来为自己互动 比如 一只花 我这个有点儿了 但没有关系 你用假花也可以 你拍完还能传给你的子孙 变成一个祖传的假花 若干年后 你还可以 春飞 看着你姥姥 我当年就是这样拍照的 咱们拿着花呢 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 但是文艺一点呢 咱们就拿来 绑眼睛 把胳膊抡起来 从头上往下插 倒立插花 降丘 然后眼眠一概 谁也不爱 好了 到了最后一个动作 名字就有点意思了 叫牌杠 不知道大家健不健身 呃 虽然好像我也不健身 那我们想象一下 那种举杠铃的感觉 这个时候呢 你的脑袋上可以 飘一块布 或是披薄 然后开始举 身子呢 要稍微往前探 穿汉服的时候呢 举起来的手 就可以露出你漂亮的手腕 最重要的是 你举的时候 不要直视前方 不然无数时机都没有用 看起来就像一个举手投降的哈哈 我们要露侧脸 毕业 感受风 不管有没有 像是这样 好了 以上呢 就是这期汉服拍照姿势的分享啦 你学会了吗 希望大家在穿上美美的汉服的同时 可以更加自如的 留下一些美好回忆的照片 我觉得不管是现在 还是将来回看 都会是一个很治愈的事情 这个夏天 让我们一起留下美好回忆吧 好了 我是小豆蔻 关注我并转发这个视频 会抽一个粉丝 做视频同款的 新评约联名款华服的霞配 这条是粉色渐变的 还有这个霞配坠 第一个是白色的 是这个样子的 小粉或是小白 都可以任意选择 好了 我是小豆蔻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